高手在民间他用长达快200公分的特殊乐器吹易简梅,一开口万人全被震撼。 由费玉清演唱的易简梅优美流畅的旋律,被许多人传唱,不过你有听过用长达快200公分的长笛所吹奏出来的版本吗? 最近网络流传一段大陆街头艺人,用比一般人人身还长的笛子吹易简梅的影片,只见他随着背景配乐吹奏,立刻引起路人驻足为观。 而这乐器吹出来的声音犹如冻枭一样,柔美而悠扬,令现场人听得如痴如醉,虽然过程中这名街头艺人一度因为手太酸而稍微休息,不过四周的民众仍给予热情掌声,丝毫不影响听音乐的兴致。 短短三分多钟的影片曝光后,引起网友热烈讨论,高手在民间,这支乐器很特殊,第一次听到,人生只要有一季在身,世界怎么大,处处都是芳草。 这么长的乐器小编还是第一次看到,真的是大开眼界。